歡迎收看一週軍事雜談 歡迎邱世英邱老師 今天邱老師要帶我們來看 這個國內外有趣的 軍事國防外交的新聞 那我們就趕快進入主題吧 軍事新聞再錄 要先從紐西蘭 怎麼會出現在我們的視野當中呢 這兩天其實 我們在不同的軍事社群裡面 因為它本來其實只是一個 很單純的軍艦做交 然後就是不小心 不小心做交 然後沉默的事件 但是它背後引發出來 有非常多的議論 就包含紐西蘭這個國家 因為就我們一直覺得 紐西蘭它是一個 一個與世無爭的島國 它在那麼遠的地方 可是我們知道 自從紐西蘭換工黨的上台以後 紐西蘭對外忽然變成鷹派 它可能原本是一隻Kiwin 然後現在忽然變成一隻老鷹 那個角色轉變讓大家不太習慣 但很明顯看起來 紐西蘭現在就是想要展現 它的對外外交政策上面 跟英國異部異區的態度 比如說阿庫斯 現在跟紐西蘭一點關係沒有 像紐西蘭要對外宣稱 他也想要加入阿庫斯 然後今年的9月26號 9月26號不是有一波 那個德國然後義大利日本的軍艦 就是聯合演習 然後中間還有一段就是穿越台灣海峽 其實穿越台灣海峽裡面也包含了 一艘2.4萬噸的紐西蘭的補給艦 叫奧特亞羅瓦號 就是你紐西蘭跑這麼遠來 就跟德國來意大利來 然後在台灣海峽這邊 展示自由航行的這個說法有點很奇怪 就是南太平洋那麼大 那紐西蘭的在南太平洋周邊 其實它並沒有什麼 就它是一個沒有天敵的國家 對它威脅最大的國家就是澳洲 問題是澳洲跟紐西蘭 因為他們都是同一個宗主國 所以基本上吵架到 到英國國王面前吵就可以了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很特別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會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但是好那9月26號通過台灣海峽嘛 那結果10月6號他們就發生了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有一艘測量船叫馬瓦奴亞號 然後再來薩摩亞就是南太平洋薩摩亞群島在做海下水文測量測的時候 結果去撞到礁石 你就是在測量海底的嗎 結果你測到撞到 這是很像那個水電工修水電 結果自己觸電 然後還要人家來救你 這很奇怪 因為你是這個專業 你不是應該要測量礁石所在的位置 然後海底的深淺有什麼障礙物 然後標示出海圖以後可以給其他紐西蘭的海軍參考 那你在開過這個區域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很淺的礁石喔 會撞上喔 那問題是你是測量船 你是測量你有很多的儀器 而且這艘測量船造價還不便宜 它是挪威造的啦 那後來紐西蘭買過來 買過來之前還有加裝了很多設備 那你應該是用水下的很多的專業的設備 去探測水下礁石分布的情況 沒人叫你用船底去探測礁石的情況 這就很像我們用鼻子去試看看那個電風扇 一直在轉的時候那個 到底人的鼻子可以靠電風扇多近 然後你是用自己的鼻子去測量 就有點這樣的感覺 好 那你測量船 撞到礁石 觸礁撞到礁石 好這件事也就算了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還有後續 就是因為測量船的船長是一位女性的宗校 然後因為測量船撞船的這件事情 因為連我們這種 連我們這麼不專業的人 我們都覺得測量船觸礁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當然紐西蘭自己國內他們 就是像海軍司令這樣 他們叫做海軍上將 就是針對這件事情其實就頗有為恥 就是他覺得 最不可思議的事情終於變成現實 然後結果就被引申為 因為被批評嘛 然後這位女性的艦長 就說 這位只會指上談兵的上將 只是因為我是一個女 上校還是上將 上將 沒有那個上將其實指的就是他們 這是尊稱 其實就是他們海軍司令 那就被批評了嘛 但問題是這位女性艦長 他並不是去檢討他的能力 就人家是批評他的能力 但是這位艦長他的回應是 如果 如果是因為我的能力被批評 如果只是因為我的能力被批評 我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因為我的性別被批評 那 這位只會指上談兵的海軍上將 那是不是應該要 應該要檢討一下他對那個性別的態度 然後 然後 重點是 紐西蘭的國防部長 也是一位女性 結果 紐西蘭的國防部長就出來 幫這位女性艦長講話 就是說 他說 什麼事情都可能會造成這艘測量船 都有可能是造成這艘測量船 作交沉默的原因 但除了性別之外 所以 現在就是三方混戰 就是 本來是一艦 就是你是 其實對一個 海軍 其實海軍艦長一個很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 你如果讓你的船觸礁 基本上 你就會從艦長這個位置被撤換下來 就是在美國海軍也是一樣 潛艦艦長觸礁 不管是 水面艦 或是水下艦 你只要開船開到自己的船觸礁 那這個艦長的前途就完蛋了 因為那是 等於是海軍的核心技能就對了 對啊 能不能作戰是另外一回事 連船都不會開 你連船都不會開 你海圖你都看不懂 重點是你還是畫海圖的 你沒看過交通警察指揮交通 然後自己去撞電線桿 那這個就是這個 然後 現在整件事情 整件事情已經不是在檢討討論 這位艦長 指揮艦艇的能力 當然因為 船沉沒了嘛 然後引擎 引擎是進水 然後就起火 爆炸起火 然後還好 船上面70多名 人員都安全獲救 然後意外的就是 因為它是在 因為珊瑚礁嘛 然後它又在薩摩亞 那薩摩亞它是一個觀光區 所以比較尷尬的就是 這一艘測量船 從坐焦到爆炸沉沒 全程都表演給 許多歐美去薩摩亞海灘 觀光的觀光客看 還有很多人就是 在那個海灘 然後有那個沙灘裡 就是坐在沙灘上面 看這艘這麼昂貴的船程下去 其實這是比較尷尬 但是整個事件到現在 其實並沒有人 就是紐西蘭 就並沒有人 真正認真去檢討說 為什麼測量船去撞到礁石 現在大家吵成一團的就是 你為什麼會對一個 女性艦長有歧視 難道男性艦長開船 就不會坐焦嗎 它為什麼會變成一個 政治正確的討論 不知道 這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 現在在 就政治正確有時候 並不是因為它 真的是一個問題 而是因為有人出了問題 想要免除自己的責任的時候 就會把政治正確這件事情 拿出來談 那你今天 你有沒有 你的指揮的能力有沒有問題 他現在的辯解就是 你們大家都 你們大家都不清楚 尤其是那些在鍵盤上發文的人 你們都不清楚 當時的情況 我們是在現場上面 七十多個人 我們要互相團結 才能好好開好這艘船 那你們在那邊冷言冷語 尤其是因為我是女性 而否定我的工作能力 拜託沒有人 因為她是女性 否認她的工作能力 但是你現在 其實整件事情 我們在看就是從一個 一個應該很嚴肅探討的 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一直到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 連國防部長都被捲入的 政治正確的討論 那這就會讓我們想到說 其實不是僅僅只是軍事這個領域裡面 包含我們看黑悟空 前一段時間的黑悟空 還有很多相關 包含索尼 索尼 剛剛上市沒多久的 最新的遊戲 馬上就認賠 賠了一大筆錢 馬上就認賠殺出 一樣都牽涉到政治正確的問題 那政治正確的問題在 過去這幾年無所不在 幾乎深入到各個不同的領域 但是其實 我覺得你在其他的領域 你們草草也就罷了 可是在 在軍事這個領域 其實它是一個很嚴肅 就是你的能力 不行就是會出人命 所以 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就是吃瓜群眾 我們現在還在看這個 後續事情應該要怎麼發展 OK 那不是 只是我們 我們看得很熱 國外的媒體其實也 對這個 其實也在關注這個事情 因為 其實它凸顯出現在很多 很多西方國家軍隊的 出現的問題 那我們當然不是說 因為她是女性的艦長 所以因為性別的關係 我們去質疑她的能力 我們是先質疑這個問題 但當我們質疑問題的時候 她拋出來回應給我們的 不是她 對自己能力的辯護 而是我們在攻擊她的性別 那 那接下來事情就 沒辦法討論下去 就 戰場上面 是這個樣子 她就是很切 她不會因為 一顆子彈不會因為你是男生 所以她打得比較用力 因為你是女生 所以她就避開你的心臟 那 平時在訓練 在指揮軍隊也是一樣的 OK 好 再來就是 之前 之前聯合國開大會的時候 哲連斯基不是去美國 然後他去美國跟拜登見面 那 就見面了以後跟拜登推銷 他的勝利計畫 但是 哲連斯基跟拜登 推銷的勝利計畫 這份計畫本身 後來被白宮加密 不公開給媒體 所以我們其實並不知道說 哲連斯基實際上 告訴拜登的那個paper 就是那個勝利計畫的內容 因為白宮並沒有公佈 那 我們現在所 我們現在所知道說 我們 我們引用的資料 大部分都來自於半島電視台 因為半島電視台在追這個 他有專家專門在追這個 所以我們 我們接下來所引用的 勝利計畫的內容 大概就是 我們是引用參考半島電視台的 那 哲連斯基去美國跟拜登談 那談 烏克蘭的勝利計畫 那為什麼烏克蘭 烏克蘭在 哲連斯基要在現在這個時間 拋出勝利計畫 因為就是斷糧了吧 因為 他其實是一個 一個連續性的 在之前不是有和平計畫嗎 和平計畫裡面 哲連斯基不是在瑞士的和平計畫裡面 列了幾個條件 俄羅斯必須要全面退出 退出烏克蘭 歸還烏克蘭所佔領的 包含頓涅斯克 烏干斯克 赫爾松 扎波羅勒 然後也要把 克里米亞還 還給烏克蘭 那你想也是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但是在 和平峰會裡面 摺連斯基告訴所有與會的國家 烏克蘭的和平計畫是這樣子 大家知道 大家也知道這個是 一個沒有俄羅斯參加 烏克蘭你單方面這樣子講 那普丁在那個時候的回應也是 他已經不想要回應這個 這個不是和平計畫的和平計畫 好 那你提出一個和平計畫 可是效果是這個樣子 所以 你必須要告訴你的這些西方盟友 或者是出錢給你打仗的人 你如何去達到你和平計畫裡面所談的這些東西 所以 摺連斯基才會有一個勝利計畫 這個勝利計畫就是告訴 拜登告訴 馬克宏告訴其他的這些西方國家的元素 你們只要按照我的要方 12345 我就可以 達成和平 我提出來的和平計畫裡面的這些相關的內容 好 那 摺連斯基提出來的和勝利計畫裡面包含了哪些元素 第一個 北約邀請烏克蘭加入北約 這是第一個 勝利計畫裡面的第一個 很重要的因子 再來第二個因子 西方盟友必須提供烏克蘭長程武器 讓烏克蘭可以打擊到俄羅斯的核心 跟深入到俄羅斯的後方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西方國家必須 持續供應烏克蘭先進的武器 再來是 烏克蘭 歐盟必須要同意烏克蘭加入 第五個 其實第五個才是最重要的一個 第五個西方國家必須要持續的 金援烏克蘭 這五個就是勝利計畫的 太客氣了吧 烏克蘭應該要請 請美國北約 把這個之前 在蘇聯解體之後的 沒收的核彈還給他 這問題就解決了 對 但是不可能 但是這就是勝利計畫的主要的 就是我們根據半島電視台的 那我們自己沒有看到 因為拜登把他鎖起來 就跟我們蔡總統錄文一樣 那把 哲連司機給他的勝利計畫加密鎖起來 那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從半島電視台的報導得到的結論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 是北約邀請 不是烏克蘭加入北約 那北約邀請烏克蘭加入 其實哲連司機在這裡 他有一個小手段 因為俄烏戰爭的起因 其中有一個就是 烏克蘭想要加入北約 那是烏克蘭想要加入北約嘛 所以你現在為了 你現在要勝利 你要跟俄羅斯和談 所以烏克蘭就不能加入北約 對不對 但是北約能不能邀請烏克蘭 可以啊 所以 所以這叫做 你知道 空中可以抓藥出來 那空中也可以抓籌碼出來 所以哲連司機利用這個方式 就是創造出一個 北約有邀我 但是我不一定可以 我不一定願意加入 但是你如果沒有一個 北約邀我的動作 我怎麼拿籌碼去跟俄羅斯換 可是如果是烏克蘭主動加入北約 那他現在要放棄加入北約 那哲連司機會不會再幾乎 就被烏克蘭老百姓 撕成碎片 有可能 這就跟我們 比如我們的總統 賴總統在 國慶的時候講說 中華民國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他已經講出這個了以後 忽然隔天告訴我們說 其實中華民國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同一個 同一個 同一個 國家 但是是不同的政權 比如說北京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北京政權 那我是 台北政權 那這樣子 有點 你空中變出籌碼來 那到時候在跟 到時候在談判的時候 他就可以 他有退讓的空間 那哲連司機其實用的方式 也是一樣的 那第二點就是 西方國家 提供長程武器可以讓 武漢攻擊俄羅斯的 後方或核心的區域 那這個其實在 上次去美國的時候 拜登已經否決了 為什麼 因為 這有可能會引發 第三次世界大戰 或者是 引發核戰爭 因為普丁的 應對就是 他會修改俄羅斯的 核武器運用的準則 那現在 即便攻擊俄羅斯的國家 本身是一個沒有核武的國家 可是有核武的國家 在背後支持的話 那俄羅斯就可以同時對 攻擊他的非核武國家 以及支持他的 有核武的國家 發動核報復 那這就會讓 西方國家對供應 烏克蘭遠程武器這件事情 會有一個 遲疑的態度 所以勝利計畫的第二點 又被打叉叉了 那再來勝利計畫第三點 就是 西方持續供應 烏克蘭先進的武器 那問題是這一點 在過去打兩年 西方國家已經可以把 除了核彈以外 可以供應的武器 都已經能 能供應的都已經供應了 F-16也給了 M777也給了 然後 M1也給了 暴2也給了 那 你還有什麼先進武器 那 除了核彈你要不到以外 那其他的東西 美國能給的都給了 那美國之所以不能給的 就是因為 因為 怕 萬一 你使用這個武器 然後 因為超長的射程去打到 不該打的地方 所以 美國 美國支持烏克蘭 但是美國支持烏克蘭的前提是 美國本身不可以捲入這場戰爭 如果我們以這個 角度來看的話 未來在台海發生 就是 台灣跟 中國大陸 未來在台海的方向發生戰爭的時候 美國的態度會不會是一樣 美國支持台灣 但是美國支持台灣的原 原則跟前提是 美國自己不想捲入 以美國跟 美國不會捲入這場戰爭為前提 那 那這就會跟台灣現在的很多 戰略的構想會不一樣 然後第四點就是 烏克蘭加入歐盟 烏克蘭加入歐盟這件事情 本身其實是比較沒有意義的 因為其實 開戰之前普帝已經說過 烏克蘭要加入歐盟 歡迎啊 就跟 跟俄羅斯沒有什麼關係 但問題是你加入歐盟 他為了加入歐盟這件事情 其實 葉爾馬克還前兩天還 還記者採訪的時候還說了一段 非常經典的話 就是 就針對那個勝利計畫裡面有關於 烏克蘭加入歐盟 那葉爾馬克 他就質疑歐洲的這些政治精英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認為烏克蘭 烏克蘭還必須要觀察期 經過這些觀察期 然後重重的手續以後 你們才願意接納烏克蘭成為歐盟的成員 我們 我大烏克蘭 可是現在全球最自由民主的地方 烏克蘭自由民主的程度 甚至遠遠超過現在歐盟的許多國家 那不是才剛把自己的總統大選給凍結了嗎 提這個就傷感情 對他就告訴歐洲的記者這樣子 然後他加碼他告訴歐洲人說 你們只要接納我們成為歐洲的大家庭 以我們烏克蘭現在的實力 我們馬上就成能夠成為歐洲領先的國家 這是葉爾馬克說的 對 那這個就是 第四點 就勝利計畫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葉爾馬克可以這樣子呼應 就是這連司機所提的勝利計畫 那再來是勝利計畫第五點就是 因為烏克蘭的戰爭後重建 預估最低會需要六千億美元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重建的裡面 就是大家都有一塊大餅 那我們需要大家一起投入 那在大家可以吃得到這個大餅之前 請大家先投資一些錢 讓我們可以把戰爭打下去 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整個 就在半島電視台裡面 有關於烏克蘭的 哲連斯基的勝利計畫是這樣 但是因為他去白宮以後 看起來拜登 就整個美國對勝利計畫的反應 並不買單 並不符合哲連斯基的需要 甚至美國政府的發言 都直接出來講說 他希望烏克蘭所提的計畫 是基於現實事實 而且是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案 所以美國當然支持烏克蘭 美國在所有的方面都支持烏克蘭 但希望烏克蘭所提出來的計畫 必須是基於現實 而且是一個可行的 所以這個計畫後來就被白宮鎖起來 但是現在因為歐洲的局勢又有變化 北約的秘書長換人了 那北約的就是歐盟的一些高層 也有一些人事變動 所以現在這兩天 跟哲連斯基就帶著這份勝利計畫到歐洲去促銷 他就見馬克宏 那第一個 第一個他犯受理想的對象就是馬克宏 所以我們現在還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辦法得知就是馬克宏 對哲連斯基這份勝利計畫的反應是如何 我不知道會不會跟拜登一樣或不一樣 因為目前還沒看到 但是 我剛剛聽老師講說 談這個就傷感情 我還是 對但是談到這個就傷感情 後勁很強 好這是以色列進軍 黎巴勒南部 對 看起來收效甚微 剛剛看到的是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引發出來的其實 戰場上面其實相對就簡單而明瞭 反而是歐洲這些政治精英高來高去 你如果有在觀察 因為這個戰爭衍生出來的這些 這些政治活動跟人類心理的活動 其實非常有趣 但是相對在另外一端就是以色列跟 以色列不管在加薩或者是跟 在 黎巴嫩就跟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 這就沒有那麼 沒有像俄烏戰爭這麼 這麼 看起來有一個很明確的 就是我們可以預判他未來的走向 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 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 其實 有時候那個仇恨的疊加跟累積是 複死子祭的 是好幾代人不斷不斷這樣子傳承下來 那 在 那 今天應該是第13天還是第14天 就是以色列宣布對黎巴嫩南部發動軍事行 地面軍事行動的第13天還是第14天 大概第13天吧 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以色列這13天 取得了哪些進展 就是沒有進展 他最多深入的地方 最多深入的位置 是 大家可能很難理解 以色列大家都認為 他是一個 一個軍事實力很強大 尤其他在加薩的地方 摧枯拉朽 可是 目前為止以軍即便是深入到最深的地方 也不過是2.5公里 而且沒有佔領任何一個黎巴嫩南部重要的村子 那 以色列現在最大的戰果就是 攻擊聯合國威和部隊 去打聯合國威和部隊的哨所 那 珍珠黨其實在邊界 在邊界這邊其實他們 他們做了很有效的抵抗 然後讓乙軍 讓乙軍在 再來 在 部隊前進的過程裡面 那當然乙軍也會對外有很多戰果的宣布 可是就我們實際上在 觀察戰線移動跟戰線推移的時候 我們發現其實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推進並不如以色列自己想像的這麼容易 我們一直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講 珍珠黨跟哈瑪斯是完全不同的 哈瑪斯是就是一群 有相同 相同革命情感 然後有強烈反抗意識的武裝團體 但珍珠黨他是一支軍隊 他有戰術 他有謀略 他有 能打得起戰爭的資源 然後他有願意打仗的決心 當你在面對這樣子的敵人的時候 你光靠空襲 光靠暗殺 光靠那些恐怖 國家的恐怖行動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你最後你還是必須要一公 一公尺一公尺一公尺的前進 而哈瑪斯現在的方式採取的策略就很簡單 我就是一公尺一公尺一公尺的抵抗 看你多久才能夠往這邊往北打 那這個就是以色列必須要 真阻擋也許沒有辦法在第一線 把以色列推回去 但是他有足夠的能力 讓以色列付出很大的代價 我其實一開始就不能理解說 以色列為什麼要進攻里巴南南部 你是有全心要把里巴南全部都佔領起來嗎 不然的話 你這樣不就是 你能守嗎 你要長期佔領嗎 不然不就是打完之後 退出來之後人家就回來了 這就是我們看到這一次以色列在宣布地面行動的時候 我們覺得一個邏輯上很謬誤的地方 為什麼因為以色列說 他之所以要進入里巴南南部 是為了解決真主黨炮轟以色列北部的問題 那問題就是當你發動地面作戰了以後 真主黨打你北部更激烈啊 那你沒有辦法解決真主黨 那你就是讓這你的北部又變成是戰火 你就是不想要你的北部成為一個戰場 所以你才說你要解決真主黨 但因為你又解決不了真主黨 所以你的北部又會變成更嚴重 會遭到更嚴重戰爭下的破壞 所以你這樣算來算去怎麼會合 再來是以色列你要是有辦法一次把真主黨消滅 然後佔領里巴南也就算了 但問題就是因為真主黨的背後 它並不是只有真主黨 它跟加薩不一樣 加薩是你可以完全把它封鎖 所以你可以讓哈馬斯拿不到任何的萬元 那像這樣子的地方你都還沒辦法消滅哈馬斯 那請問你如何去消滅真主黨 真主黨的旁邊靠的是敘利亞 那包含敘利亞支援 沙特的資源 包含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資源 可以從敘利亞源源不斷的運進黎巴南 那你有辦法 除非你控制黎巴南全境 但是2006年你有嘗試過失敗 那你憑什麼相信2024年你會成功 所以這在戰略上面 我們覺得一個非常特別 就是以色列的戰爭內閣 決定要去惹真主黨一個比較特別的決定 那在孫子兵法裡面 孫子其實有提一個概念 先為不勝以待敵之可勝 就是你一定要先讓自己處於一個 還沒開打之前 你有一個比較好的戰略的位置 比較容易取得勝利的戰略位置 然後去等待你的對手犯錯 那以色列不是 以色列是先求戰再求勝 就是我先打了 然後我再看看打的過程裡面 我能夠得到什麼東西 這就是一個 但我們從這個邏輯上面來看 其實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以色列其實在下北面戰爭這個決定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政治決定 遠超於軍事利益上面的決定 所以我們就繼續觀察 後面會如何發展 OK 然後再來就是 對我們在俄烏戰場上面就是可以看到現在最新無人機技術的跌打 那現在看到比較 因為當烏克蘭開始嘗試使用無人機去逼近俄羅斯的無人機 不管是偵查的無人機還是自殺無人機的時候 那俄羅斯就會想到反制的方式 目前想到 目前俄羅斯使用的反制方式是 他們會在 會在像 RARA這種無人機的上面加裝一個電子干擾設備 那這個電子干擾設備其實它的原理很簡單 所以它重量不重 然後體積也不大 它只干擾 烏克蘭無人機使用的那個視頻 視頻的 傳遞視頻的畫面 因為我們無人機要操作 就自殺無人機要操作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把攝影機畫面回傳過來的坡道 那 這個小的設備它就會去檢測 靠所有靠近俄羅斯無人機周邊的使用 視頻傳輸這個坡道 大概都是2.4G附近 那它只要掃描到了以後 它就持續干擾這個坡道 那它干擾這個坡道的目的就是 那烏克蘭的飛手的畫面忽然不見 那你畫面不見 無人機你就撞不到 那它就可以跑 那它利用這個方式去干擾 那這個設備其實很小一台 那只要有天線就可以運作 這目前我們看到 所以 上個禮拜 我們在節目裡面其實有特別講說 其實 對抗無人機最好的方式 其實我自己本身認為 我認為最好還是無人機 就是跟人類飛行器的眼鏡一樣 就為什麼會有空戰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人類看飛機原本就是 只是 互相飛到對方的領土裡面去觀察 然後後來雙方在空中 每天這樣看來看去 那除了問候對方的爸爸媽媽以外 就是首先就掏出手槍 然後又覺得手槍很難打準 然後機槍就放上去 慢慢慢慢演變成人類在空中的戰鬥 當然無人機也會經過像 類似像這樣子的對抗的過程 所以我們觀察 俄烏戰爭 其實另外一個最大的收穫 它是一個目前全世界無人機技術 迭代最快的地方 然後 我看到一個 我看到有一篇那個 俄羅斯電報社群上面的報導 就是 如果 如果拉拉願意給真主黨技術的話 那 以色列未來的苦日子就會 未來有很多苦頭要吃 因為 以色列現在所有的防禦 包含 不論是地面還是對空中的防禦 都沒有針對 無人機的部分 所以 現在真主黨也在測試 那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後面 就是真主黨 會不會著重在無人機技術的發展上面 那如果真主黨願意 或者他有足夠的 足夠的資源去做這樣的工作的話 那 未來對以色列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OK 一週主題 對 清權綱基地打靶意外 一個士兵重擔生意不治 這上週的一個不幸的消息 對 那這個其實我們一週主題 其實我們今天要來聊就是 呃 裝備跟訓練的部分 那一週主題的後半段 我們會 我們會稍微講一下科技的部分 那我們前面先講訓練的部分 就一個一支軍隊 在 在戰場上面 一支軍隊的 戰鬥力的保證 一方面是來自於裝備 另外一個 一方面是來自於訓練 那在訓練的部分其實 我們看到最近呢 就從顧 顧利雄 部長 上任了以後 那 他提了很多 很多針對 部隊訓練的想法 比如說 嗯 把刺槍處改成 近戰格鬥 然後 包含過去 過去 呃 很長一段時間 陸陸續續開始修改的 比如說 艺南的射擊 部槍的射擊 然後甚至有很多 呃 正在 正在跟美國 正在跟美國取經 這是我們 我們一般的 士兵的訓練的部分 那我覺得 願意去檢討 或願意去面對這些事情 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訓練的時候 安全還是要主意 那我 我 我自己本身 那因為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 以前我們在 我們以前在部隊裡面 對 打靶射擊紀律的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要求 然後 比如說 士兵領彈 那他是有一定的程序 那 我覺得這不管是在陸軍 海軍空軍 其實都要按照一定的 打靶的 紀律跟打靶的守則 可是我們還是會 經常的會 會 會有類似像這種事情發生 為什麼 一把 一把槍裡面 應該 不應該有子彈的時候 為什麼裡面 會有一顆子彈在裡面 那你一定會有子彈 才會發生意外 那重點並不在於說 步槍本身 他本身就是用來 奪取性命的東西 所以他 他發射 他打死人是 是 是一定會發生 那問題出在說 那你的 你的訓練的流程 跟操作的程序 是不是要去修改 因為我知道 我們目前所使用的 這些 這些 嗯 不管在靶場的程序 或者是士兵的 訓練的程序 其實 已經 很多很多很多年 都沒有修改 也沒有修正過 但是你在面對新的 訓練的要求的時候 你這些流程 其實你必須要一併的去檢視 那你如何在一個更安全的情況底下 給士兵更大的壓力 以及更安全的訓練環境 這 這個才是我們 我們未來部隊訓練 要去嚴格探討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怎樣我的看法 我覺得老師還是 你知道 這是 這是 很 很 很善良的 然後呢 就部隊訓練來討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根本就很有 很有 很有貓膩 怎麼說呢 就是他如果是一個單純的 涉及訓練的意外的話 那其實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交代真相 案件 到底是什麼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在第一時間 顧英雄出來說法 是說他在這個 第二線準備的時候 中槍 可是因為中華民國 大部分的男人 尤其像我這個年紀以上 然後呢 都有當過兵的經驗 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你會 就把位的位置的時候 然後呢 趴下去準備要握射的時候 你才會拿到 彈夾 你才會衝進去 那所以你在第二線 預備的時候 為什麼會拿到彈夾 這是第一個 就是違背大家的經驗 除非這個SOP有改過 那看來是沒有 那接著呢 就是 又說什麼 這個是什麼 槍托撞擊地面 然後呢 然後這個槍枝擊發 在預備線上 但一樣說不過去 為什麼沒有 沒有就射擊位置的士兵 他的槍裡面會有子彈 然後結果這件事情 竟然這麼簡單 而且理論上來說 他會有非常多的證人 非常多的目擊者 這麼長一段時間 將近已經 已經四五天過去了 都不能交代 到底怎麼發生的 那就一定是有 因為口供還沒對好 是 所以我覺得老師你還 你太善良了 你從打靶的角度 你從這個訓練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有問題 可能其中一定有人 沒有按照應該走的SOP做 這個只是一個切片 就是如果連 步槍打靶這件事情都是這樣 那其他的呢 就我們 我們一支軍隊的運作 就是一支軍隊的運作 他是 他是必須要經過 不斷不斷不斷的熟練 那個操作程序 你才能夠形成戰鬥力 而這個不斷熟練操作程序的過程 就是我們通常講的訓練 就是你從第一次開始 坐到一輛車 到這輛車可以讓你隨心所欲 開到你想要開的位置 用你想要的角度 發揮你想要的性能 這需要一段時間的累積 那這個過程裡面 你一開始一定是從師父 可能汽車駕駛訓練班裡面 告訴你的 方向盤向左 打幾拳 向右打幾拳 這很死 但是你必須要從這樣子開始 慢慢慢慢你才能夠到 山上去彎道 去彎道超車去開山路 同樣的軍事訓練也是一樣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其實 這跟我們前面講那個 紐西蘭女艦長的事情 其實是一樣的 就當你不願意坦承 不願意去坦承這個問題 然後 好吧 即便就是用這個士兵的人命 但是 你就去買教訓 你就痛定思痛 不要讓之後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不合理的地方你要去改 你要去認真的去檢討 可是 你到最後 你沒有 你不認真檢討的情況底下 你永遠不知道為什麼海 海側床會去撞礁石 那我們也永遠不知道第二線 準備線的時候 為什麼士兵會被 會被自己 不應該有子彈的槍擊中 因為 你說那個槍托撞到地面 拜託 步槍是沒有保險嗎 你要到射擊線你才能夠開保險 你有保險的情況底下槍托撞到就會 會 就有辦法擊發子彈 那 那個步槍 那個是 那叫做步槍還是叫做炸彈 所以 我覺得國防部必須要 我覺得就是 好吧 你就算是串共好了 你就是認真一點 你就把 共詞串得完整一點 老師要談戰爭與科技發展 那你是要談這一把 沒有沒有 我們 我們要先講 戰爭與科技發展的基本邏輯 然後 才會特別講 就是 我們剛剛在講就是 一支軍隊的發展 戰鬥能力其實取決於兩個 最主要最基礎的原則就是兩個 一個是裝備 一個是訓練 我們剛剛講訓練的部分 那訓練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必須要去面對自己不足的部分 因為不足你才要訓練 那你如果都已經準備充分 其實你不需要訓練 但是 看起來最近這幾年 我們國家的訓練方式跟訓練的角度 一直隨著 國防主管的換人 或者是台灣自己本身 國防政策的改變 而一直飄忽不定 和你在飄忽不定的過程裡面 你是很難把一個訓練流程 就是你沒辦法固化 或你沒辦法好好的去想 比如說 忽然現在城鎮戰變成是我們很重要的重點 那你城鎮戰是很重要的重點的時候 你的很多遠程 遠程武器的使用 你根本就用不到 為什麼 因為你要城鎮戰 因為你要跟敵人近身搏鬥 因為城鎮戰你的敵人 不會超過你2000公里 敵人大概就是跟你隔幾個物質 所以你訓練的重點 一定是那種快速反應射擊 或者是其他的 空手入白刃 就是我們顧力熊部長講的 就是我們練 近身格鬥 對啊 我們每個人都要 都要一個打十個 那這個就是因為你的目標會決定了 你訓練的方式跟訓練的方向好 同樣的你的目標也會決定了你的武器裝備的發展 那武器裝備發展 我們知道戰爭與科技的發展 其實是息息相關 你今天你要打什麼樣的戰爭 你跟你的科技的進展 跟科技推動的方向是一樣的 必須要高度的重合 所以當我們要打的是一場城鎮戰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最明顯的改變是什麼 就很多單兵各裝啊 那種武器就開始增加 我們開始 就我們看我們採購的部分 就不管是海軍空軍 我們在投資的武器的方向上 我覺得就算是美國給我們的 或者是我們自己針對五年建軍計畫裡面 針對我們要打的方式 就是戰爭決定了我們要使用什麼樣的裝備 那我們使用這些裝備裡面 包含了我們要往哪個方向去發展 就戰爭與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 那看得出來我們現在其實無人機是一個 我們國家主推的項目 所以我們的科技發展應該會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可是偏偏無人機這個技術 目前發展在前面的前沿就是美國跟中國大陸 那台灣本身 我們雖然極起直追 可是 你必須要考慮到市場的量 我們一直在這個節目裡面跟大家介紹 就是 當然你可以 你可以 台灣可以 呃 一步 當然很多人會對這個價錢覺得不可思議 人家是 人家五千塊 那你為什麼五萬塊 因為很簡單 人家的產量大 你的產量少 你如果只買十萬台 那一台五萬塊 可是你如果買五十萬台的話 那一台可能就是五千塊 那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因為你的生產的產量會貪低 貪 貪薄研發的成本 所以會讓美價的單價下降 那也會貪薄製造成本 所以 戰爭與科技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我們是要打城鎮戰的話 那我們應該是往 城鎮戰 對城鎮戰有利的方向去發展我們的國防科技 可是看起來 相對的政府並沒有這樣子的發展 我們用的方式也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國防科技發展 跟我們未來要打的戰爭其實是不重疊的 那這就很容易造成的比如說 中科院現在在研發遠程的陸工的武器 可是你發展這些遠程的陸工武器 或者是遠程的防空武器的時候 那你必須要考慮到的是 你排擠掉的是哪邊 我們並沒有說發展遠程的地對地飛彈是不對的 或發展遠程的防空飛彈是不對的 或是發展更好的近距離 或陸軍單兵地面作戰的武器是不對的 而是你必須要去思考你的戰爭要怎麼打 然後你要配合你的科技發展 就比如說 除非就是台灣能夠像 美國或中國大陸或俄羅斯這種大的國家 因為它有大的體量 所以它有很多的技術儲備可以使用 那台灣並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更不要說我們的科技發展 我們是真的有在關心國防科技發展的這一塊 我們國防部可以給國防智庫這麼多錢 可是我們的國防部 是不是用相同的標準或相同的規模去 去讓這些我們的高等教育的院校 比如說很多大學很多實驗室很多其他的研究人員 他可以提計畫 然後用來讓國防經費拿來補助他們 在科技發展上面 這個是一個我們現在在看很詭異的 我們喜歡放鞭炮 但是我們不喜歡在底下很努力做事的這些人 但是你沒有這些根基 你就只能買成品 或者是你只能向外購買 不然就是舉全國之力又弄一些國家隊 但是這些國家隊 他就是把預算花完了然後就沒有了 你的技術是永遠沒辦法扎根在這些 這些研究的人員或是這些 學術或知識的體系裡面 比如說像這個 對這個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新聞 那 這是 這是2.7 就是我們講的武林口徑的幾槍 武林機槍相同口徑 那其實是12.7公里 就是目前最大 人 一般單兵所能攜帶最大口徑的狙擊槍 或者是反物質步槍 那 當然這個 媒體的說法就是 擊中之後2秒才能夠聽到槍聲 這就是我們很大的問題 就是 所有的步槍出槍口 速度 秒數大概是每秒600公尺 每秒600公尺 我們知道音速就是每秒345公尺 所以你出槍口 步槍的速度大概就是600公尺到900 那你當然音速兩倍多 所以 你被打中了 當然是兩秒之後你才可以聽到 為什麼因為子彈飛的速度是聲音的兩倍 所以聲波在後面追著子彈 所以子彈打中你 我們很容易被電影的場景誤解 就是很遠的地方 我們會先聽到槍聲 然後就看到主角 或者是配角 或者是跑龍套的 那真實的場景其實不一樣 真實的場景你就會先聽到彈頭 如果沒有打中你 因為打中你就聽不到 打到你的旁邊 你會先聽到彈頭 撞到周邊會聽到啪啪啪啪 很像那個 你如果拿一個鐵齒敲地板 你會聽到那個啪啪啪的 類似像那種聲音 然後才會聽到對方開槍的聲音 一般槍枝都是這樣子啊 炮彈也是啊 炮彈也是啊 炮彈也是 炮彈也是 尤其是 炮彈因為還有距離的關係 炮彈也是 就算有機會聽見 你也會先被炸死 你會先聽到那個子彈化過空氣 那個 就是因為那個音波 離你的距離比較近 但是開槍那個音波 你聽到的會比較遠 大家很容易會被誤解 然後 所以你永遠聽不到 殺死你的那發子彈 或那發炮彈 但是 對啦 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 新開發的 T112重型 舉起槍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當我們的媒體 用這種 很聰明 擊中兩秒以後 才聽到強盛這種東西 來當標題的時候 其實 就代表 我們對國防科技 或國防工業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老百姓 對國防科技 或國防工業產生興趣 並不是因為 這些很聳動的標題 而是你真的去理解說 像這樣的步槍 它其實是我們部隊所需要的 或者是 它符合我們部隊的所用 跟我們過往 從國外買要花很多錢 我們現在可以自己製造 這是一件很棒棒的事情 這把槍的性能 如何如何多好多好 但是壓根都跟 擊中兩秒鐘一點關係有沒有 可是 可是我們的媒體 現在很喜歡用這種方式 習老師又善良了 而且又認真了 我們媒體不要亂寫就不錯 他基本上還寫的是對的 兩秒 沒有寫二十秒 他寫的還是對的 就是 就是這個槍枝擊發子彈的速度 是快過因素 他寫的還是對的 不要寫成 黑的寫成白的就不錯了 你還指望說他要真的很科學 可是我們在學校 課堂裡面教學生的時候 我們希望學生能夠盡量 求真求死 對那 就像我們講的 就是 這週的主題其實是要告訴大家 一個基本的觀念 就是一個部隊的戰鬥能力 其實是由兩件東西組成 一個是訓練 另外一個就是裝備 好的訓練的SOP要定 好的裝備要買 然後這個裝備適不適合 符不符合 你就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不需要吹牛 這個裝備能夠達到五十分 就講五十分 你不需要把它吹牛到兩百分 因為真正在戰場上面 吹牛是沒有用的 對吹牛是沒有用的 好今天非常謝謝邱老師 其實跟大家聊了很多這個軍事雜談 這個喜歡的朋友 請記得要幫我們按讚分享 然後呢 欸 修老師你再預告一下 你什麼時候要去珠海 十一月 我出發的時候是十一月十三 不過我們這次 我們這次 這次會 拍一些行展的內容 那我準備一件T恤 就是不演的新聞台 然後上面就有不演的新聞台的QR Code 你就在行展 你就穿著這件T恤在行展 走來走去 然後大家 你就看到大家一直對著你 然後掃你身上的QR Code 有可能會被警衛管制 不過我希望 因為 我知道看不演的新聞台的觀眾 不僅僅只是台灣 就是來自 來自世界各地 其實對我來說 我之前有 私底下有跟凱翔講過我的期許 我希望有一天不演的新聞台 不斷的成長茁壯 然後我希望有一天 他會成為華人的半導電視 謝謝 陳老師美言 不能再講下去 我們壓力三大 節目就做不下去了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然後呢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